今天由交通保管控局所推動的 台灣十大管控修審評算活動 已經在南道館和鄉頂市進行了相關的評算工作 並在關府管控處的最小的評估之後 最後由保理地以及一支地 就代表南道館來參選台灣十大管控修審的主計 13個鄉鎮有大概8個鄉鎮來報名 依照他們自己的特色 然後來跟縣政府觀光處報名 那縣府這一個部分就辦了一個初選的 逸選的動作 那最後進入評選就選出 埔里跟吉吉這兩個鄉鎮 作為代表南道館去參加中央的所謂的票選這樣 保理庭以及一支店 等年以來都是南道館來 上都收到觀光客戚的路由地點 也因為觀光主管豐富 因為這次代表南道館來參加 台灣十大觀光修審的競選 觀光主張紅文林強調 若是可以成功一選 對著南道館來說 不但增加中央所補助 發展觀光的計算 也得到更多 走出很多來行銷南道的機會 那第二個階段的部分就有評審委員 以佔百分之八十 然後再有全國的網路票選佔百分之二十 那獲選之後 除了剛才講的做全國的宣傳 像國外宣傳之外 每一個負賢的還會有金額的補助 觀光主要支持 占對這支交通部觀光教授基盤的 台灣十大觀光修審評算多多 保理庭以及一支店的公司和上官單位 都以上當這支台島來參加計算 在這點現出共鳴的企圖心 觀光主張紅文林的旗台 保理一支會當時都一選 順利身為台灣十大觀光修審 記者金本算 太空報道